大家好,歡迎來到GameplayHK 今次我Leo就跟大家玩這個 我來警察局上班的第一天重製版 即是Balhasa2重製版 這條影片就想教大家怎樣可以擊退暴君 沒錯,是擊退 顧名思大家玩了這麼久,都知道暴君是殺不死的 除了你去到這條線最終,最後大佬的時候 在其他的情況下,你無法打死他 你亦不可以打到他走 唯一的方法就是,最多打到他躺下 然後跪下30秒,然後你趁30秒逃走 不過現在就找到一個方法,令他自然而退 日後大家看到暴君都不用怕了 究竟怎樣做呢,大家被暴君追的時候 好像我現在這樣,雖然我習慣了他 但是正常來說,你會被暴君追,就好像這樣 趕快走進房間裡,隨便一間都可以 然後開一點門 記住,刀門是不能全開的,只能開一半 只能開一條隙子或者一半,一定不能開 暴君就像現在這樣,卡在那裡 不停地走,在那邊走,在那邊走 差不多就會自己走 在那邊走,暴君就不能去到那裡 如果你走出,刀門全開 刀門就會被刀到你 好像我現在這樣 就是我剛剛在玩,我馬上走 他追著我 我馬上走到一刀門 然後等刀門關 然後我開一點隙子 大家看到嗎?有些隙子在中間,看到暴君在那裡走著走著 這樣就會卡在那裡,我開大一點給大家看 他就會卡在那裡 這樣他就無法刀到,就覺得沒有路走 或者我已經不存在了 這樣他就會走 好,當我開大一點門 他又發現我了 他又會回頭 好,趁門關了之後,我又開一點隙子 他又會這樣卡在那裡 這個方法有什麼好呢 就是當你真的被暴君追的時候 你就不想被他追 因為可能有時候真的沒有路走 或者沒有子彈打他 也都無謂浪費子彈打他 這個時刻,你可以用這個方法來卡在那裡 就隨便你自己 繼續去做你的任務 不用再被暴君追 如果剛好不幸,暴君又在那裡 那就又開一點隙子 之前拍攝Leon的S加表關的時候 跟大家也說過 在梅花鎖匙的房間 即是拿汽車的道具的時候 暴君是會走進來 如果你感覺到暴君走進來 那你就用這個方法 開一點門,卡在那裡 不讓他進來 他走了,走遠一點 再走出去 你這個臭胖子,跪下來 就不要你跪下 好 總之大家記住 那道門開一條隙子都可以 或者開一半,千萬不要開 因為一開完,暴君就能進來 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就給我一個讚 以及分享給朋友 下次這隻Balhasa 2 還有什麼攻略都要拍片 會給大家聽 我們下集再見,拜拜